今天介绍一种在我们当地非常受欢迎的植物 因为它很实用 它的叶子放电里头经常蒸东西都很爱用到 而且它的果实还是一种很好的香料 每年成熟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人到我们这边来收购 走吧 现在就跟着镜头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大家看 我说的就是眼前的这个植物了 它的名字叫燕山江 是属于江科山江鼠的一种植物 它的植株一般可以长到二三米高 现在我们去看看它的叶子 你看 它的叶子又宽又大 然后是这种披针型的 它的叶子闻起来有一股淡淡的香味 在我们生活中呢 还非常的实用 在宁德这边 大家喜欢用它的叶子蒸年糕啊 或者蒸一些其他的食品 这样子蒸出来有一股特别的香味 吃起来口感更好 所以叶子在当地呢 比较受欢迎 甚至有的人还会采了 放在街上卖 四到六月是它的花期 它开花的时候 哇 真的好美啊 花朵呢 是这种白色呢 又带一点点粉嫩的红尖 让人看着很心动 展开的花苞里头是这样子金黄色的 看起来非常的有特色 所以它还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七到十月是它的果期 它的果实呢 是这种软圆形的 没成熟的时候 呈绿色的 当它开始成熟了以后 外观看起来呢 就变成这种橘红色的了 像这么熟的 我们轻轻一捏 马上就爆口了 就可以露出里头的这个种子了 它的果实呢 又叫香沙 是一种很好的香料 现在都被广泛用于火锅 穿菜 或者是拿来烧卤菜等等 在中医上 它的果实还是一味很好的药材 它主要以果实还有根呢 拿来露药 另外 燕山姜还可以用来提取纤维 用来编织绳 编织 编织盘 篓 楼 凉席 草席等等 有一定的经济价值 它的叶子一年四季都是这样子绿绿的 所以还可以拿来当切花的材料 它是一种阳性的植物 非常喜欢高温 潮湿的环境 但是不耐寒冷 主要分布于我国的广东 广西 海南 福建 浙江 贵州 四川 江苏 湖南等地 它的别名还叫月桃 玉桃 草扣 大梁江 土砂冷 草豆扣等等 视频前的朋友们 在你们的家乡有没有见过这个植物 如果你还知道它的其他用途价值 也欢迎您在留言区留言探讨 好了 这期视频分享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我是兰兰 每期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植物知识 如果你也喜欢 记得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会